那首先的話呢,上個禮拜的相關的內容 我要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那也就是資料放在雲端上面 包含就是範例檔上個禮拜的部分 跟那個講義部分在雲端白板 另外的話呢,教學論壇就是每一次上課 我會把這個上課連結會放在這個論壇裡面 那第一次上課我會直接寄那個Email給各位 如果之後你還要想要收到上課的影片的話 請各位就自行加入 加的方法很簡單,第一個你就登入Google帳號 第二個的話,點選這個要求加入 那你告訴我你的名字 你就把名字打上去 那至少我要知道說你的名字 因為我這個論壇是不公開的 也就是說你如果 假如是上這個課的同學,我會把你加進來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如果你有加進來的話 它會自動轉信到 到各位的信箱 也就是說你會收到類似像這樣的信件 第幾次上課 然後內容大概是什麼 上課內容 總共像上個禮拜的話,我們總共有 九個段落 那這九個段落裡面包含哪一些 然後呢,完整的影片就是這個連結 那點擊的話會連到那個YouTube上面 OK 然後總共我們上個禮拜的 九段影片就在這邊 基本上的話,我大概也會看一下啦 你們的觀看次數啦 OK 或者是說哪個 哪個影片觀看的次數最多 那表示說你可能那個部分 相對是比較不熟悉的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 上禮拜的重點 所以 請各位注意一下 每次上課的部分 你務必要 確定一定要了解 我們講過的 這個 比如說重要的部分 像上個禮拜比較重要 像REPD加L1N函數 然後 然後Concast跟Test函數 OK 所以總共有1,2,3,4個函數 加一個Value 5個函數 然後的話呢 再利用什麼呢 樞紐分析表 我們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去統計什麼呢 統計那個會員裡面 到底 哪一個年次的人最多 這邊會用到群組的概念 OK 然後呢 最後的話就是 再把這些相關的動作 把它錄製成聚集 並且增加按鈕 OK 所以上個禮拜假如說呢 你對於剛剛講的這部分不太熟悉的話 請務必回去 還是要多再把它熟悉啦 因為之後的話呢 我們上課的重點都會擺在剛剛講的 包含就是 如何遇到問題 找到 這個適合的函數 然後把它 組成公式 另外的話呢 再利用什麼 開發人員 把你所做的動作 錄製下來 變成 一段這個VBA的程式 實際上就是它所謂的聚集 然後呢 再增加兩個按鈕 OK 然後呢 可以把它直接執行 所以上個禮拜的 程式打開來 把那裡 打開來 那你會發現 這裡可能第一個 你會遇到第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有 錄製聚集 那因為聚集 它其實會有一些安全性的問題 所以它上面會顯示 是啟用內容 也就是說呢 假如你要按下上個禮拜做的這兩個按鈕的話 那一定要啟用內容 如果你沒有啟用內容的話 那它沒有辦法執行 你現在如果點它 它沒辦法 一定要啟用內容之後 你才能按 那上個禮拜我們最後錄製聚集 清除 然後串接 這個是 用錄製聚集完成 並且產生 產生兩個按鈕 那基本上第一個 這個可能要 一定要再熟悉一下 記得就是從其他命令裡面 找到那個制定功能區 那這邊就有開發人員 那記得 你們的 開發人員一定要打開 那如果上個禮拜你已經打開的話 那理論上就不需要打開 那因為呢 我現在 是在學校 學校的電腦都會 還原 所以每次來一定要把開發人員打開 然後這邊就有開發人員 那我們上個禮拜呢主要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錄製聚集 把 動作先彩排一下 游標先放在這裡 然後呢再放 這個1嘛 然後這個 再把游標 放在這上面 這是2 打勾 OK 2 打勾 然後3的話呢向下填滿 然後把它錄製下來之後的話呢 再停止錄製 然後呢 就可以再把它產生一個 對應的按鈕 按鈕的位置基本上就在這邊 插入 這邊 這個表單控制項的按鈕 然後就把這個 按鈕 點選之後的話呢 再向右下拖拉 它就會產生一個按鈕 把那個聚集指定給它 然後把名稱給它 那再來的話當然你就會看到 這邊就會有那個 按鈕可以直接點選 OK 那這個是 上個禮拜講的部分 因為上個禮拜最後 有同學是覺得可能上課有點快啦 當然我也可以理解 因為上禮拜 看到大家的那個問卷調查的結果 好像絕大部分同學 都沒什麼基礎啦 所以如果假設沒什麼基礎的同學 可能回去的話 就是都花時間啦 OK 那另外的話 比較重要就是我們論壇的網址就在下方這裡 這個 這個網址 或者是說呢 你也可以從哪邊呢 從我們的 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有教學論壇 點擊開來之後的話 這邊就會有 我們 這個連結在這邊了 另外的話呢 這個 我們 陳曼仁 那個佳彥他是希望 我幫他PO這個簽到 所以你假設每次上課的話 請各位務必就來簽個到一下 OK 好 那待會的話呢 請各位一樣 先幫我開啟 上個禮拜的 這一個 練習檔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要接著繼續來看 那相關的 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教學論壇在這邊 那另外的話雲端的部分 講義部分的話在雲端白板裡面 那我們今天是第一個單元 的第一個 那這邊有一個 文字與資料函數的程式嘛 那打開的話呢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 的相關的 公式啦 或者去期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接著繼續來看 那個 就是 如何開始 撰寫 VBA了 所以 今天的難度 又會比 上個禮拜 來的 更困難一些 所以各位要點 心理準備 OK 那再來 把那個 畫面 再 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請各位先把 我剛剛講的那個 範例檔案 先開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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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